被视为是全球和市场最重要股票的挥达 终于在今天清晨的时候公布了财报 虽然说是优于市场的预期 但是却不被买单 包含台股以及美股周四都受到影响 全村的希望这回破灭了吗 尽管挥达第二季和第三季营收都优于预期 不过业绩未能突破 华尔街预期高标值 直营长黄仁勋更证实 下一代Blackwell晶片生产受阻 导致美股盘后一度重挫8% 还有美稍微传出遭到知名机构指控账务问题 及放空股票 延后递交全年财报 股价重挫19% 也是美股周三收黑原因 台股周四杀身隆隆 开盘22136点 下挫234点 随后跌幅扩大 截至上午10点半 最大跌至22010点 相当于下杀360点 全职股首当其冲 台积电开盘942块 跳水22元 还一度杀到937元 红海盘中错于2% 联发科下挫后又翻红 AI的行情就此结束 我认为还言之过早 那么我们会把这个财报呢 当成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现象 尽管AI类股广达伪创 音业达开盘一片率下错超过1% 但分音师认为需求还是强劲 至于苹果iPhone16发表会 将在9月10号登场 贫盖股有望受贿 而近期时事 简联约谈威京集团主席 沈庆金 复训后深压境界 威京旗下中工中石化 开盘双双跳空超过3% 也显现投资人担忧 今天新闻我想赵慧先 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